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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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座了之后就会有个好一点 开始了 会 就是有能量就聚在这块了 对 因为开始你休息 对了你开始休息都是这样的 因为你的意念 你有个杂念知道吧 有个意念 这个纪念不知道放在声音上 还是放在耳朵里边 你没处放 你就安住在文厅上了嘛 安住在文厅上 你不是全身能量都聚在这个部位了 那这样会不会太好 好 没什么不太好 是因为你这个 你这个想安住的这个心 你知道就叫妄念 因为我们平时说 老师我这个心往哪放啊 是吧 我这个心没一只门地方吗 我很散乱 我坐在这 你不是放在声音上 哎呀这是海巢 不是放在这 虽然你不起心动念了 你就是安住在说 哎呀要不安住在这文厅嘛 要不安住在这个地方 安住在这 是吧你现在文厅我 虽然你无处不在 但是你不知道 你现在听我说话 其实你是没地方放的 但是你在起心动念分别 但是你起心动念是你的妄想无处不在 你知道整个这个房间都是你的妄想 以这个妄想来分别我说话的声音 但是这个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一个人坐在坐点打坐的时候 你的意念就觉得要有个地方放 刚开始你随便放 你可以放声音上 一会儿放在耳根里边 一会儿放在脖子上 一会儿随便你放 放放放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那个心是个妄想知道吧 你随着你妄想提下来 你没有心了 你没有那个妄想了 你就不会问我这种问题 我那个心往哪放了 因为那个妄想是个假的 它会消失你知道 有的人就会说 哎突然发现这个声音 从我里边出 从我外边出 不是从外边来的 是从我心里出来的 你知道这也是个妄想 这都是妄想 这都是幻境啊 没有里外啊 知道吧 没有这种事 知道吧 有六根才有里外 内外 知道吧 没有外边还内边 你只是你继续 继续它就不会聚在这儿了 继续坐在这儿 坐坐坐坐 突然这个妄想 停停停停 静下来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你这个耳根就转化了 停下妄想 耳根就转化 记住这点 耳根第一步转化以后 你突然觉得这个声音 比如现在我说话 我说话你就会黏上 比如说我一说话 你说我有本能反应 这是个女人在说话 我毕少爷 我也知道是个女的在说话 这叫本能反应 第一步就是破本能反应 这种事 全世界所有的声音在这儿 还知道所有的声音在这儿 跟你没关系 知道吧 就是现在比如说 说女人说话这种 比如我在这儿骂你 是吧 你毕少爷 你忍辱嘛 你说我有本能反应 你骂我 我心里难受啊 我虽然不支撑 但我很难受啊 如果第一步修成 你就不难受了 他骂你 你这儿不会反应的 因为这儿 耳根开始跃脱了 这儿的妄想停下来了 那个反应也是妄想导致的 知道吧 本能是妄想导致的 因为你妄想是停下来的 所以他就算在这儿骂的 把喉咙都骂哑了 你都不生气 而且没有本能反应这回事 就是说你不会把他那个骂 取到你心里 因为你没心 当你这儿妄想停下来 你那个念头就是个妄想导致 知道吧 妄想停下来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有一天你耳根也跟你没关系了 六根也跟你没关系了 你现在自在不自在 不是觉得这个六根影响你吗 耳根也是个假的 知道吧 能闻的所闻的都是假 六根没关系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 再发现什么 你无处不在了 但无处是什么 多大多小不知道 无处 因为没有处 就是没有世界的空间 这回事 所以不是无处不在 就变虚固变法界 是一切都在你心里 宇宙在你心里 但这个是个境界 就是你你列一步就一步功夫 列一步就一步 最起码初开始练 你就往下一停 你就能量不会拒到头部了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是正常的 是的 这个是耳朵 你这个叫把它戳开 如果是头疼 你开始锯 你就锯在脖子上 或者锯在心 因为你锯在哪 你你一念手 在哪里都能听 都能按住在闻上 因为闻是无处不在的 嗯 对 就说比如我修耳朵圆头 我就大一点嘛 你们修 声音无量无别的 声音都在这 是吧 你现在听耳朵圆头好像就一个了 你坐在这 没有海潮叶的时候 你是不是声音无处不在 空调音啊 大家到水的声 各种声音是吧 声音无处不在啊 好大 是吧 你坐在这 声音无处不在 分别性也无处不在 分别性在那儿 起伏不分别 这是空调的 这是汽车声 这是倒水的声音 这是骂我的 这是夸我的 你一时全分别出来了 是吧 分别性无处不在 声音无处不在 然后这个分别性 把这个声音一分别 就形成耳根 能闻的耳根 六根是假的 但是这个耳根怎么说 是分别性形成的 就叫佛说了 这个声音 你说是海潮叶 但是来这个天人 他就听见不是海潮叶 所以这个声音本身是没意义的 当你分别出这是空调声 这是海潮叶的时候 这是女人说话的声音 你已经是在人道了 所以你形成了人道的耳根 能闻的耳根 不是耳朵 是能闻的耳根 是吧 好 你现在天下分别性了 所有的声音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大赢牺牲嘛 到最后 所有的声音是没有它的意义 是人力富裕的嘛 是吧 声音不是说你听不见了 你还能听懂 但是声音会跟你持不上关系 最终因果跟你持不上关系 生生世世轮回跟你持不上关系 就是这样的 你分别性随着听就是空性的来临 知道吧 行下分别 天下妄想空性就开始来临了 你就回去了回到本来样子 声音在这分别性在这 有分别性声音 有分别性跟声音你就会形成耳根 耳根就不远通 停下 你声音停不下来 人家在那播声音 你能停下人家吗 停不下来吧 我说话你停不了的 你关不了我这个开关嘛 是吧 我想说我就说是吧 你只能听你的嘛 你听不了我的是吧 声音在这 你的起心动念在这 你的妄想在这 听你的妄想 耳根就解脱 耳根就圆通了 对吧 耳根圆托就破了我了 知道吧 你这部分修有没有修训练呢 不断的闻听 没有不需要 你是从最高之介开始修的 多听一多么的开示 知道吧 对耳根啊 对这些耳根圆托开示 多听这些 闻听佛的最高之介 就不断的听开示 你不要说听哪一个系列呢 你逮着啥听啥 听听听就懂了 嗯 这就是就像就像你问什么 问这个说哎我该听什么系列 我才能臣服啊 就像 老师你告诉我我我听什么能长大 你说你我学什么能长大 你肯定会长大 只是长成什么样子而已 是吧 有的人长成动两只车了 有的人长成门摆了 有的人长成门坎了 是吧 你肯定会长大 听异都门的 长成动两只车 听异都门里边的 所有观众佛学第一地的开示 因为全部是按法华界 金刚界最高之介开示 它不是像你 让你听那些小法说 列个小小说 从空性最后回到佛 知道吧 不要先从这些小的地方去关注 知道吗 说从改息器开始 你能改了吗 是不是 从不动开始啊 你不要管过去位了 先不要管啊 走 走 走 你准备了 回事 pi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